大家好,天氣一能,燈籠果已經可以採收了 由於是採用放養的方式種植 葉片雖然看起來蛋肥似乎不足 不過並不影響結果的數量 接下來則是黃漿的採收 由於漿這種作物有連坐的障礙 這位置特別用了一些方法來克補連坐的障礙 當初種植的時候先在內部挖出溝槽 直接再掩埋挖起的小漿苗 由於漿是一層一層的往上生長 腹土這件事情對於生長會有很大的幫助 挖出溝槽時先將腹土預留在一旁 過程雖然也是採用放養的方式 陸續生長的過程若是看到漿已經長到圖表 就可以繼續再把圖覆蓋上去 一開始算是很輕鬆 澆水的過程就會觸發自動附土的效果 等到土壤填平溝槽之後 在側邊覆蓋了甘蔗葉 目的是提供秋影食物與增添土壤的有機質 甘蔗葉腐化或是消化完畢之後 在原本溝槽的側邊就會出現非常多的隱分土 這種帶有顆粒狀的土壤會變得非常疏鬆跟透氣 日後就可以很輕鬆的挖起覆蓋黃漿 蓋完之後凹槽就會變成在側邊 側邊就可以再繼續補上甘蔗葉或是有機質 此時就又多了擋土避免附土崩落的效果 出師未竭 身先石 直接毀掉了一塊瓦片 希望挖出的黃漿數量 可以補上瓦片壯業犧牲的遺憾 原本希望黃漿多出造景的功能 在內部與走到空間大小都需要再調整 不然就得改種其他作物了 這不好挖的原因不是土壤非常硬 而是空間狹小之外 一寵黃漿生長的範圍似乎有點寬跟深 拉近鏡頭讓大家看看挖出的數量有多少 算是有克服連坐障礙嗎? 關於連坐障礙的問題 個人是認為 作物在生長時會大量吸收掉作物所需要的營養元素 因此需要時間來恢復地利 這在上部影片中 借菜就非常明顯 一般的稻田在種植一次借菜 習慣就要休息個三年恢復地利 這過程其實很有趣 為何轉做其他作物卻沒有問題 時間久了 土地的地利又可以自然回復 個人覺得很關鍵的因素是土壤的有機質 也因此在連坐的過程 才透過甘蔗葉來增加有機質 而蚯蚓轉換出來的飲份 多種稀有元素更是扮演關鍵的角色 雖然說薑算是種肥的作物 但若是跟神木相比 算是小屋見大屋 然而神木卻可以屹立不搖 沒有施肥的情形下長得那麼高 掉落在地面的枯葉枯樹枝 腐化轉化的過程 就非常關鍵 也因此要採用放養 而且連坐的話 過程增添有機質 來維持土壤地利 就非常重要 當然如果不想要這麼麻煩 使用有機肥料也是一種辦法 只是有機肥料比化學肥料貴上不少 而飲份更是不便宜 這也是為何要將黃漿上面的土壤清乾淨 又繼續拿來一旁覆蓋的原因 一小塊黃漿換來的這一大袋黃漿數量 瓦片的壯力犧牲 算是還說得過去 至於這黃漿花的用途 不少是拿去狗睡覺的地方 嗆辣的味道拿來取吻用 謝謝收看